走路的时候感受到酸痛或不是吗 或许是时候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 但在那之前我们又能做怎样的防范呢 或许这就要从走路的知识开始下手 怎么样的走路知识最正确呢 要记住以下三点 第一要找到平衡点 运动商物理治疗师王立琴强调 姿势是否正确因人而异 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的构造是不同 我们讲anatomy是variation depends on你的基因 还有你的生活移态等等 所以它没有一个就是100%正确的 但是那个平衡点呢 就是你要感觉到你的身体呢 就是在一个很轻松的平衡点 如何寻找自己的平衡点 然后如果你站起来呢 如果你站起来呢 你会看到这个平衡点是一条直线的 从上面 ok 从耳朵后面到他的肩膀 到他的这个横骨这边 ok 耳朵后面肩膀横骨还有膝盖 膝盖呢你就在中间这一点 然后到你的这个脚底 ok 所以它是一条直线的 ok 还是不清楚吗 王立琴有个简单的检测方式 所以你不能在这个这个坐姿或者站姿 长时间呢 那个不是你的平衡点 第二 脚板着地三个关键点 横足弓 内侧足弓 外侧足弓 走路的时候只要注意这个平衡点 压力就会很好的分布更好地善用身体每一个不同的肌肉 第三 身体比直 不要妥卑 它没有好像slouching 这是很重要 因为比如说你的身体你弯腰时常这样走路呢 就好像你拿着一个很重的 一个球 如果你的central gravity呢 放在上面 对不对 你放在头上面 那个地心 地心在中间 对不对 所以那个力度是从上面到下面 所以当你保持着那个直线的话 你走路挺直 你会减少那个腰酸背痛 换句话说 如果你身体呢 是弯下腰 走路时常这样 时常看地上 就好像你 一整天 24小时 不是24小时 就一整天拿着一个比较重的物体 就往外这样 所以那里会酸痛呢 你的手会酸痛对不对 如果你拿一个我们讲 Away from the center of gravity 你就会 时常会有酸痛 同样的原理 如果你身体是 趋向前面对不对 伸向前面 长期你这样走动呢 它就会造成很多的伤害 在你的背后有些事 都记起来了吗 但王立琴还有一些忠告 他建议大家 可以选求物理治疗师 做一些身体分析 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姿势 为了解更多 姿势健康的内容 不要错过下一集的 行的正 做的端 行的正 做的端 是由Gintel为您出现 Gintel D-Space UFO太空领 发展改善健康 让您坐享未来